3月23号是回国日子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长毛的说法 其实乔晓扬在6月7号的说法是什么呢 当时的发言是在北京对着记者 其实配合唐英年宣布政改方案6月23号交出来 跟咨询明件一模一样 他代表了主权在北京 自从04年人大释法 和07年人大做的决议之后 香港的政制发展要阿爷说事 由原本的三部曲变成五部曲 即是说你要形成政改建议之后 特区政府送给人大常委会 人大常委批准之后 OK了再扔下来形成一个决议案 然后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行政长官同意 然后人大批准 这样变成五部曲 所以那个象征意义很清楚 北京说事 所以要等乔老爷说 乔老爷的说法 其实他就是依法来说的 按照他的道理 除了刚才长毛说的我理解 我认为之外 他说基本法第45条的说法就是这样 基本法第45条就是说 行政长官最终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按照民主程序提名 然后由香港人普选产生 整句说话是这样的 他那天的说法令长毛觉得有新意的 就是说这个选举委员不可以与这个相比 因为有很多民主派的朋友就认为 选举委员会我尽量希望门栏降低 那张入场券很容易拿到 于是你将来普选 我长毛又可以做候选人 个个都可以做候选人 但现在他就告诉你 没有得相比 你不用想 就是说选举委员会 是不会过度成为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是另一样东西 你是不是觉得他们一定细选 一定细选 什么叫民主程序 还要表决民主最重要 但你没有提名委员会怎样产生 你两位 有一句说话已经很明显 他说普及而平等 只是讲选举权 不是参选权 不是提名权的问题 因为其实你说 平等普及的民主权利 其实包括这三个东西 提名、参选和投票权利 现在他只是讲投票 我选择给你之后 你们慢慢选 这样肯定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那四十五条 当初我们也有写个文章评论 很早以前讲《基本法》颁布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这儿捉这个自失 按照民主程序 长毛我理解是没错的 就是说你再加多一重 其实真正的做法就应该是 提名委员会按照民主程序产生 这样就行 你明白吗 提名委员是我们直选的 挑选了 这样也不同 但现在不买 现在的情况 还有 功能团体可以普及和平等 就是 基本法委员 其实更早之前 是湖汉清 谭卫珠 接着现在到梁爱思 每个都是这些说法 你梁爱思还是基本法委员 跟刘乃强 我们也是 亦都是委员 另外一件事 就是终极普选大联盟 他们提出 就是由我们区议员 提名给市民 一人一票选举产生 其实某程度上是在强化日后的制度 因为你不是一票一等值 所以他们也不赞成 所以这个也是危险的 他现在提出的所谓妥协方案 就是说不如这样吧 2012年的时候 一人两票 但其实呢 我那时提议过 没有什么人得到这些回向 我提议功能团体提名给香港人选 即是跟现在区议会差不多 过渡方案 等一些商家去选完之后 到2020那时 不用放心 我们最担心这个不是一个过渡方案 你记不记得我说 我记得 但我最担心这个不是一个过渡方案 变成一个千秋万世 合理法国人选这个方案 我们第一次要停一停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和社民联的成员对话 稍后见 游顶 乖点啦 停啊 停 不要啊 想他们坐定定学习 选个有趣的方法 Now TV最聪明乐园 带来知识趣味100分的益智节目 加上Disney Channel自选服务 和九条儿童台 Mine Animal 特选频道月费低至15元 即打2008,1008 每天请来地产界人士否释楼市动向 又会看看最新住宅放盘 名人居室,流行家居设计 上每天接收楼市最新资讯 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 楼市每日看333 Now财经台 中原地产呈献 楼市每日看 是由 凭创建走到更前的中原地产 特约播出 现货伦敦金价是由英皇金业为你提供 最新报 一次244.7美元 一次245.4美元 以上资讯是由英皇金业赞助播出 一大堆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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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用厚厚看球? 看球看得这么无色 怎么可以? 全城烈篷足球赛事 New Way全程,紧贴南非同步直播 马上来New Way看球兼唱机 还会连串竞仲等你来 还可以登上Facebook游戏 资议门资套品 那麼開心,怎麼捨得睡 一班人踢,是要一班人看的 最強嘉賓陣容 列陣世界級投資通信研討會 包括交通銀行的羅家聰及陳子豐 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黃集衛及梁麗珊 還有黎Sir黎偉成 為大家全方位佈陣 教你在港股、倭卵牛紅症 以至外匯等投資領域百步穿揚 研討會名額已經爆滿 請收到門票的觀眾準時出席 現在透過財經台333頻道 和Youtshot501頻道 就可以在家裡 使用恆生電視證券買賣服務 隨時買賣本地證券 NOW TV500台全港首創MOOVE 演唱會自選服務和MV台 過百個演唱會加上過千的MV 隨時在電視任看任選 馬上是2008、1008 歡迎各位,回到《膝蓋大面大方》 今天的嘉賓是社民連的主要領導 你對於香港年輕人的期望 因為你自己都是年輕人 你覺得社民連將來的發展 是否向年輕人著手 這是肯定的 你看看過往 特別是過去這一年 高鐵事件之後 我們五區公投 有大轉2012的出現 你正正看到現在 因為我們社民連的出現 令到啟發到現在的年輕人 發覺原來他們都可以參與香港 社會的發展 特別是我真的要稱讚大轉2012的兄弟 他們可以勇於面對 你們想一下 這群年輕人是二十一二歲 但他們覺得 他們在這個社會都可以做到事 站起來 這個勇氣是很重要的 要面對傳媒的壓力 你是否認為社民連是 起了一種煽動的作用 沒錯 我們絕對是一個火頭 一個種子 任何用煽動的古動風潮做出 哈哈哈哈